拼超出现了一位打发强悍的年轻小将,翻手生交弹机,作为八一队的骑兵战上了陈庆彤,在拼超保持十一轮不败的王曼玉,也败在他的拍下。 他叫孙宁阳,因为这名队员的打法跟日本魔女伊藤美城完全相同,所以非常引人关注,在乒乓球学会赛总决赛到来之前,这名小将的横空出世,男人寻伪,很多球迷说,孙宁阳跟伊藤美城相比还差得远,差得远就能战胜王曼玉和陈兴,同这样的国家队名将,还上一点线翻流失文。 如果不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心里出现了波动,刘失文也难以战胜这位小将,孙宁阳出现,给中国女兵带来的变化是,我们游乐练兵的对手,我们可以直接面对这样的对手,研究这种打法的特点和弱点。 很多人说没有用,伊藤美城实力明显在孙宁阳之上,不知道这些球迷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,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最正确。 其实就算这些人说的不错,伊藤美城实力更深一些,他们还是忘记了一个问题,这种打法竟然摆在了国家队的面前。 孙宁阳不行,我们还有许多人可以客串这种打法,甚至南队员也可以,伊藤美城再厉害,也比不过南队员。 即使中国队的南队员不是非常精通这种打法,仍然可以完美的把这种打法还原出来,达到伊藤美城的实力。 中国乒乓球的深度和广度,日本队在短短的时间内,根本无法超越,这一点日本队非常明白,他们想,法射法的要把中国队的一流球员弄到日本去,近距离的研究他们的训练过程和打法。 出中金邀请马龙凡震东这样的世界冠军参加T联赛,原因就在于此,孙宁阳出现在赛场上,即使实力没有伊藤美城高,结果并不重要。 在红安金阳同巴尼南昌的拼朝联赛中,巴尼队把孙宁阳仅仅当作一位骑兵,并不是队内的一号主力。 刘诗文输给伊藤美城之后,在联赛中再次遇到同样的打法,连丢两局,如果对手是伊藤美城,结果很可能又是一个0比3,这些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刘诗文在慢慢的调整打法,运用自己的能力寻找克制的方法,即使这一次又败了也不要紧。 结果是,到了后来刘诗文,已经可以正面跟孙宁阳队抗了,这说明刘诗文又前进了一步,伊藤美城可以搏杀中国队,中国队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,如果中国队也采用搏杀战术,相信结果也会很不错。 乒乓球技术不断变化发展,最好站在世界之颠当,仍然是综合能力最强的那些人,为什么?因为要战胜各种打法,才会更成功,要打消之一生,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正面一战,孙宁阳已经打破僵局,战胜一藤美城指日可待,不求困局可解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